双线新东后 年龄大跌时 古代医疗技术水平落后 许多疑难杂症得不到治疗 古人平均年龄不过四十岁 秦始皇为了与年龄对抗 不惜一切代价 去寻找能让自己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 就算是皇帝 普天之下都属于他 也不能改变寿命短暂这一事实 总观两千余年的历史 能够长寿的人十分稀少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 前后一共出现了494位皇帝 他们的平均年龄才39.2岁 换作现代 这是男子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的时期 幸福的生活才开始不久 而古代的皇帝 虽坐拥天下却寿命短暂 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是乾隆皇帝 他的子孙中 贤丰帝31岁就是世 贤丰为何只活到31岁 看下他和慈禧做了啥 得引以为戒 贤丰皇帝 是晚清时期一位没有实权的皇帝 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女性 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 慈禧太后是历史上少有的 手握重权的后宫女子 她虽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 把清政府的江山改名换姓 自己登基成帝 但是她一度垂帘听政 掌握着实际权力 让皇帝成为了她的提线木偶 任由她摆布 慈禧太后掌权时 清政府已岌岌可危 朝廷腐败 西方列强 时刻盯着清政府的一举一动 清朝江山 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 慈禧太后 没有武则天那样的魄力 将执政时期的社会 变得更加稳定 慈禧让清朝摆脱危机 反而凭借一己之力 加快了大清 走向灭亡 说起慈禧太后掌权 就不得不提起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 19岁 就继承了皇位 年纪轻轻的咸丰 一开始也拥有实际权力 他一登基 就面临着山河破碎的局面 为了挽救晚清 秦于正式 大力改革朝政 任用贤裁 对内镇压起义军 对外拒绝列强的 不平等条约 他竭尽全力 保住祖宗留下来的基业 但清朝的根基 已经松动了 咸丰注定是一个 以悲剧结尾的皇帝 除了国家政事 咸丰皇帝 与慈禧太后的故事 也令人感慨 慈禧于1852年进入后宫 从最初的蓝贵人 一步步晋升为 仅次于后卫的贵妃 由此可见 她是一个深得皇上喜爱的妃子 后宫女子数不胜数 想要脱颖而出 就只有获得皇帝的宠爱 慈禧能在短短的几年间 就身居高尾 说明她是一个有手段的女子 公元1861年 咸丰皇帝驾崩 享年三十一岁 此时的慈禧 进宫才九年时间 丈夫就去世了 随着慈禧的儿子登上皇位 她就成为了太后 上徽号慈禧 晚清时期的皇帝 基本上都没有活到四十岁 他们的生命 一个比一个短暂 这与他们的生活作风息息相关 咸丰皇帝的早逝 同样和他平时的生活有关 咸丰皇帝的身体素质 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差一些 还因为骑马 受过严重的伤 再加上整日面对 无力回天的大清 他似乎放弃了挽救 慈禧 眼看着振作的咸丰 变得整日放荡不羁 又了解皇后性格温顺 他想掌握大权 把拯救大清的重任 放在自己的肩上 由于之前就接触过奏章 他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 咸丰皇帝 不理朝政之后 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身体素质经过后天的条理 也不会早早的驾崩 但咸丰皇帝的四个爱好 让他本来就很差的身体 雪上加霜 成了致命的爱好 首先是咸丰皇帝 饮酒过度 适度的饮酒 对身体不会造成伤害 但咸丰皇帝 对国家的境遇担忧 全部用酒来消除 每次都喝得伶仃大醉 其次就是贪图美色 咸丰皇帝从他登基到驾崩 一共十一年 后宫的女人数量 却是清朝皇帝中名列前茅的 这与大臣素顺脱不了关系 素顺怂恿咸丰皇帝胡作非为 自己才有机会得到大权 1858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咸丰皇帝在逃亡的时候 也不忘招姓一位 刚刚失去丈夫的女子 还对他十分宠爱 第三个爱好是听戏 史料中记载到 咸丰皇帝每天听戏 甚至将戏班子招进皇宫 风雨无阻地听戏 他对这个爱好痴迷到极致 然而物极必反 伤了身体 最后一个爱好是瘫鸦片 咸丰成为皇帝后 边也迷恋上了鸦片 蓝贵人为了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 也和他一起稀释鸦片 直到西方列强入侵 一路逃亡 仍不忘鸦片 在鸦片的毒害下 咸丰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 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生命定格在三十亿岁那年 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 咸丰皇帝就被他那四个爱好 折损了身体 精神不振 瘦弱柴骨 御医说他需要饮用露血 为了有新鲜的露血 提供给咸丰皇帝喝 宫里开始养露 逃到热河的咸丰 无法饮露血 还更加放纵 便丢了性命 咸丰皇帝在世 短短的三十一年 却一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 他忘记了大清祖先 曾夺取天下的英勇无畏 在位时不问正事 荒唐度日 咸丰皇帝一系列举动 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印记 而他最宠爱的女子 成为了垂帘听政的太后 将大清推向了最终的深渊 作为一个时代的领导者 面对现状无作为 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时尚第一奶妈 半老徐娘嫁给皇帝 却被皇帝视为真爱 宠爱一生 在我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地质 受贿中 皇帝身为天下的霸主 不管是面对珠宝还是美人 他们都理所应当地享受最好的一切 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选妃 都有严格的要求 只有年轻貌美 又家世高贵的女子才能入宫 但是有一位女子 她堪称史上第一奶妈 到了半老徐娘的年纪 才嫁给了皇帝 却被皇帝当作自己的真爱 宠幸一生 这位与众不同的妃子 就是万贵妃 万世出身低违 为了混口饭吃 年仅四岁就被送到皇宫中 成为了一名小宫女 在皇宫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她一路摸爬滚打 才得到孙太后的赏识 让她留在身边伺候 当时的皇宫并不平静 皇帝朱气镇被叛贼俘虏 新皇帝登基后 就将两岁的太子朱建身囚禁了起来 太后单孙皇孙的安危 于是就派十年十九岁的宫女万世 前去照顾太子 就这样万世成了太子的奶妈 从那以后 万世就成为了小太子唯一的依靠 而万世也日日陪伴在太子身边 不敢有一丝的携带 索性天顺八年 十八岁的太子被推上了皇位 实称明宪宗 但是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皇帝一登基 就宣布要将自己的奶妈万世 立为皇后 这时人们才知道 原来在多年的相处中 明宪宗和万世 早已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皇帝的决定 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皇帝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 随后将万世立为贵妃 将出身高贵又年轻美丽的吴氏 立为皇后 万世虽然没有当上皇后 但是皇帝的心中却只有他一人 这让皇后吴氏感到非常不满 于是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就将万世狠狠惩罚了一顿 当皇帝知道这件事后 大发雷霆 一气之下就将吴氏废位 随后皇帝又打算将万世立为皇后 但依旧遭到大臣们的反对 皇帝只好再令其他女子为新皇后 不过经过废后一事 后宫女子们都明白了 万世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从那以后 谁也不敢轻易去惹万世 就连新皇后也对万世立让三分 更让人意外的是 万世还率先为皇帝生下了一个儿子 可惜这个孩子不满两岁就夭折了 但这也没有让皇帝减少对他的宠爱 1487年 58岁的万世患病离世 皇帝为此悲伤过度 从那以后移兵不起 不久后也追随爱人而去 年仅41岁 在历史上 人们关于万世的评价总是保贬不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确实是明显宗一生的挚爱 他不仅仅是史上第一奶妈 更成为了后宫女子 人人羡慕的对象 令人感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